也在整個民眾步道的困境當中 可以好好去做全民心的檢查 對國主計劃是一個上位計劃 國主計劃的上位計劃是要全面去整理 檢討所有的全國的民眾 有些困境 比如在環境生態 也在整個民眾步道的困境當中 可以好好去做全民心的檢查 然後去落選人類的環境 那也可以更照顧到全國的民眾 但水河主岸 從我們的鵜河城到五里 到八里 這沿線是一個最有力的一面 而給自行車步道 到經過長達五里的南京風車 整個趴上 我們讓這個陸戰當中 可以讓河河積極明 遊客生態 大家可以非常的努力在這個地方 運動區 尤其這幾年我們在淡水河主岸 犯了很多的活動 像花蛾 砂雕 甚至於一些生態 我們在淡水河主岸 可以讓我們 市民航空 尤其成果的遊客 在淡水河 以及在八里 都可以找到很多的休息 所以我們期待 這一條時空旅程的河邊 以及我們的生態階段 做好之後 希望大家如果多到我們淡水河的河旦 拿一騎腳踏車 給官方休息 來看看最努力的淡水 我們今天去檢查好了 因為風和入地 尤其在新建的 旅長五歲公園 可以看到二百七度的這個淡水河 尤其也可以看到 一個淡水河的淡水河 一個一角葉 即將要淡水河 更看到了河濱清潔到 以人品環境 極高質的這個環境生態改造 讓這個地方 利益蕩揚 而且可以看到 很美麗的生態 尤其我們更熱誼 我們黑面皮膚 回到我們的淡水河 所以這反而是 我們一直在教育的一件事情 身帶之名 請到我們淡水河的暗水河濱風雨 先來講一下 好 低谷 河濱風雨 降雨 降雨 降雨